你的浪漫的話呢 他一定很多 他一定挺多的 我講個蛤蜊的好了 蛤蜊是一個很喜歡 就是記生活中那種小事情的人 所以我發覺他有一個日期 他做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記號 其實不是我們的紀念日 我說這是什麼日子 他說是他當年 第一次主動邀我看電影的日子 那是我們剛好認識的時候 我說你為什麼要記這個日子幹嘛 我老婆是一個很喜歡胡思亂想的人 然後他是真的有天馬行空的想法 萬一哪一天他不小心穿越了怎麼辦 他說如果真的遇到這種情況 他無論如何得要記住 在這一天約黃人龍去看電影 他說不然的話 我們倆可能就不會在一起 對 這是我這輩子印象最深刻的一節 怎麼有這麼浪漫的人 對 這浪漫的人一起生活好幸福啊 這句話我印象記好久 你怎麼都聽得到 給蛤蜊姐 對 對生活呢就是越簡單 或者是越 我得像個孩子 很容易浪漫 真的是